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提供 一遇 一遇 中文字幕提供 衔助这人打哪, 估计这人打 呢! 宝贝 。 集中, 多争这人打 呢! 宝贝 。 基因休息, 云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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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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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前面的上面虚空当中 大概一次高的地方 应该前半莲花上面 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上师观想 在上师面前的话 你就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心里面像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 根本像是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全部迁锁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的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生起来 然后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悄烈的信心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在他面前的一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颂文当中这样说的 我您被烧杀 火造断土 断土苦 燃心中苦去 谁救烦恼地 这个颂词的字面解释 比较简单 意思就是说 我宁愿意遭受极为燃烧的 熊熊烈火当中的痛苦 也可以将我的头颅 比别人砍断 这都是没事 让我的身体在火源当中 烧尽无欲也可以 然后呢 让我与烦恼作战的过程当中 整个我的身体切成一块一块 最后全部一点也不剩下 到了这样的境地也可以的 但是我们人在一分当中 获得这样的正法非常难得 一定要与烦恼相赌 不能在他面前倒下去 一定要获胜 一定要获得战胜 我始终不能取救 或者不能倒在烦恼面前 随着烦恼摇摆 这一点作为一个修行人 也一定要发这种誓愿 平时我们的修行好不好 我觉得主要是人的这种决心 就看你这个人 决心大不大 如果你决心非常大 就以前虽然自己 做了很多的坏事 在自己人生道路上 有很多的坎坷不安 但是我现在遇到了善知识 遇到了真正的佛法以后 重新做人 那么以后 不管是遇到任何贪心 诚心 痴心 嫉妒 留到根本烦恼为主的 所有的八万四千烦恼的魔群 我是一定要与他们作战 在作战的过程当中 我一定要坚持 获得最后的胜利 出名国人说口 很重义 勿告 我都不愿意 游 siitä 那个有小月 但是因为我就是 believed 楼続到了 贴契主 最后的福里 那种安物 лушай Lux 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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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第三个问题 也就是说 能断除烦恼而生起欢喜 烦恼跟其他世间的缘地是不相同的 那么烦恼断了以后 他也不会再有产生的机会了 长地受取主 人可居他乡 您就宣服烦 活着不如是 他这里 我们就不用这样担心 世间的这些常 平常的一些普通世间的人 那么他们通过战斗 通过作战以后 后来把他被驱逐到处境 驱逐到处境以后 仍然可以盘旋在他乡 然后他自己的势力 各方面得到凶猴 力量得以恢复以后 他可以返回来 然后卷土再来 再可以向你进行的搏斗 进行作战 有这种情况 可是烦恼对敌人 不会这样的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用智慧的宝剑 从根本上断住他的宗德 就像已经烧教的宗德 再也不会产生他的度过一样 再也不会有这种情况 我们从世间的历史上看 世间的敌人的确也是有这样的 今天我们开始互相争斗 争斗以后 也许别人的这种势力 逐渐逐渐减弱 然后在这一次的战场上 可能会打失败的 有这种情况 但是烦恼 与这个事情是既然不同的 怎么不同呢 我们通过智慧来进行观察 然后烦恼的根本 知道是费力作业 然后费力作业 从根本上断除 从根本上断除的话 那么他再不可能有产生的机会了 法乘论师也是依靠这种比喻来宣说 自相续当中的烦恼的种子 断完了以后再也不会产生的 我们历史上也是许多的高僧大德 他们通过对治的智慧 能断除自相续当中的一些所知症和烦恼症 以后再也不会扭转轮回的情况 不会有这种情况 一定您的关系 对那种情况 其实最ע deve说吗 detective老师 明镜和va 判定有那种新的电厕片 心有分别滞 founder 勞车 每年 昨天 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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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烦恼 它的根本就消失 不存在的 让我们用智慧来 进行观察烦恼的时候 烦恼所取的地方没有 所住的地方也没有的 如果烦恼的本体所取所住 它的本体 心脏 颜色 一切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话 它怎么会是来对我进行加害呢 就是不可能的 关键是我们在座的人缺乏我们的心境 如果有了这个心境的话 那么世间所有的人可以有对付烦恼的机会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也是这样讲过 如果你不懂窍诀的人来讲 对着烦恼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你懂了窍诀的人 的确是对付烦恼非常容易 一如凡障 非常容易 所以关键是看我们的精进 因此这样的烦恼 如果真正我们去对付 很容易的 以前的一些《入行论》的大书里面 也是这样讲的 所谓的烦恼实际上是 它这里有一种侮辱的称呼 所谓的烦恼 只要我们用智慧的这种 以智慧的这种 智慧来进行观察 那么用生意的智慧来进行观察 当下就会断掉的 所以这个烦恼的名称 它这里有一种变异词 意思就是说 它极为的脆弱 极为的这种可怜 只要是我们用智慧来 以观察的时候 它的本体一定是找不到的 它虽然是一种染污性的 但是这种染污性 通过我们的真无无恶的智慧 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它的根本一定是不存在的 但是这种状况也不存在的 它是我们的变异词的 信息下来进行观察 这种状况也不存在的 但是这种状况也不存在的 我们的变异词 就要就是说 变异词 就是我们的变异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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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可能住在外境上 不可能住在根上 也不可能住在中间 或者是中间以外的地方 因此所谓的烦恼害我们 到底是什么样案例的 烦恼根本不可能害任何众生 他这里从生意的角度来讲 会这样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 观察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相续当中 正在生起嗔恨心或者是贪心 这种贪心 嗔恨心是不是你所产生的对性 怨敌或者你的亲人身上呢 这个不可能有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对敌人生嗔恨心的时候 我生嗔恨心的话 我旁边的人或者其他人对他生不生嗔恨心 不一定产生的 如果在怨敌上面有烦恼的本体 那么不管是任何一个人看见怨敌以后 应该在别人的相续当中生起嗔恨心 但是别人不一定产生 所以在外境当中是不可能有的 外境 所谓的色深香味 或者是我们贪嗔痴的外境上面 不可能有所谓的烦恼 那么反过来说 外境当中没有的话 我们的眼耳鼻舌以六根上面 众生的六根上面是不是有烦恼呢 六根也不一定有烦恼的 因为我们的根 不管是小乘的说法 还是大乘的说法 每一个众生他自己居住的 可是根居住也不一定产生烦恼的 所以根也不一定有烦恼的 那么根也没有烦恼 外境也没有烦恼 所谓的烦恼是不是根于我们外境中间呢 这也不可能的 外境的敌人和我的眼根之间只有一个虚空 这个虚空不可能产生烦恼的因缘 如果虚空产生烦恼的因缘 那么任何众生在虚空当中 运行的过程当中 只要虚空当中 因运行的这些众生 全部在他的相续当中 要产生烦恼 但是这也是以我们的显现 相违背的 不可能的产生 那除了我们的根和 经和中间以外 在别的一些 比如说我对怨敌生 嗔恼性的时候 怨敌以外的 在外面的一些山和大地上 或者外面的柱子品质上 是不是成为烦恼的因缘呢 这也是不可能的 没有的 这样一来通过我们生意的智慧 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确实是 在自相续当中 有时候明明产生烦恼 但实际上的确也是没有的 因为我的家 也没有刚才要距离 对我的家 厨师对不存在 我们的铁子 看出我一来的 这些众生的影响 因为我太多了 就像该墙的一路 这个这些众生的一路 哪里有其实很少 这是在刚才这些众生的 基于因为 再说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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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用世俗题的方式来观察所谓烦恼的本体 无恶的智慧 为了这一点我们应该值得精进 如果我们断除烦恼而精进修学 怎么会有地狱的痛苦 无意义当中感受呢 根本不可能有的 只不过是我们现在不精进而已 真的要是精进的话 应该说现在都是有办法的 感谢观看不过是我们应该是一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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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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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品里面已经宣讲了受持菩萨戒 第四品已经讲了 这样的菩萨戒律不能随随便便违反 一定要小心翼翼精神来护持菩萨戒 不放逸的道理已经讲了 但是这种血处我们不仅仅是从字面上了解 口头上了知不行的 一定要身体理性 身体理性是怎么样性呢 每一个血处 每一件事情就经常思维 即使你没有懂很多很多的知识也是 大概的入菩萨性的血处懂了以后 我觉得每个人的虔诚有不可估量的利益 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些意义以后 自己在实际行动当中 行持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行持 就像世间上的一个比喻 比如说一个非常患了严重疾病的人来讲 他首先好不容易寻找医生 寻找医生之后 按照医生的观察 证断 给你开始除药房 然后自己也是取了一些药 结果自己一点都是没有服用 全部都是抛弃 放开 没有用 没有用的话 对你的病有没有好处呢 根本不会有好处的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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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